我們可以看到109年因為疫情的緣故 所以我們拿108年的勞動培檢的資料 在這個場次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的勞檢 其中有工會培檢的比率都不到兩成 都不到兩成 為什麼會說這個兩成那麼重要 原因是因為在台灣的企業工會跟產業工會組織率只有7% 所以我們合計下來 我們的培檢率根本不到我們企業工會的組織率 從這邊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對我們台灣的勞工來說 如果今天他有工會沒有辦法進去培檢 那他就要直接面對到戶主在現場的壓力 更不用說有很多公會 很多公司他會提供假的資料給勞檢員